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谈论一个比较简单的主题 什么是PCV 与 PCVA 呢? 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 它们又有什么用途呢? 在进入谈论以前 照例的要先跟大家推荐一下 工作熊也有写电子制造相关的个人部落格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网址为 www.research.com 另外也有写英文部落格 网址为 mpe.research.com PCV 与 PCVA 的差异与区别是什么呢? 这对于许多电子业界的老手来说 应该并不是一件太难回答的问题 可是对许多电子业的新手来说 可能就容易混淆 有时候在看一些财经节目时 也经常会发现有人把这两个名词给混用 工作熊这里会就这两个名词来稍微做一些解释 相信对于大多数的普罗大众来说 电路板、PC板、PCB 这几个名词并不会很陌生 其实这三个名词指的都是同样一个东西 如果你有在看一些股票相关的财经书报文章以及影音 应该就会经常听到这几个名词 不过一般如果不是从事电子业的朋友 对PCBA这个名词可能就会稍微给他有点陌生了 可能还会将之与PCB混为一谈 PCB与PCBA两者虽然只差了一个字 但是在电子组装业界它们可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PCB 电路板、PC板 PCB的英文全名为Prented Circular Board 中文的全称我们一般会直接将它翻译为印刷电路板 简称为电路板 有人则会将它的中英文混合起来称之为PC板 不过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老外常用的英文名称 叫做PWB Printed Wireboard 中文翻译为印刷线路板 PWB在某些国家的老外经常使用 但是在台湾与大陆 我们几乎都称它为PCB 万文生意 印刷电路板的制造与生产 其实就是仿照早期书本的纸张印刷技术而来 一般我们会透过所谓的飞灵片 FIM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早期的实体投影片 我们会将文字与图片 影印或者手写画在一张透明的塑胶片上 然后透过光线将其投影在白色的墙壁或者布幕上 这就是FIM PCB制造的时候就是透过印刷在飞灵片上的 负片电路图案 然后透过曝光机将飞线路的部分投影于铜箔基板上 然后用化学腐蚀的方法将不需要的铜箔去除掉 只剩下需要的铜箔线路 多层板的PCB也是利用类似的方法 将一层层腐蚀处理后的通波基板叠在一起制作出来的 只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印刷电路板的制造也越来越精细 而且越来越复杂 但印刷的技术与作业则依然存在 对PCB制造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参考工作熊以前写过的这篇文章 用影片来介绍电路板的生产线制造简介 而现今的电子产品之所以可以有那么多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由一个个电子线路与电子元件所组合而成的 而这些电路必须要有载体 而PCB就是这个载体 所以PCB基本上就是印刷有电子线路的板子 也就是载体 PCB的主要作用 除了必须要可以承载电子元件皱落于其上 而不会有功能损失外 它还必须要负责联通各个电子元件间的沟通管道 所以如果我们把大地比喻为载体 电子线路就是联通城镇之间的道路 而PCB则是个已经布板了道路的大地 电子元件则是一个一个尝试与相阵 细心的你听到这里或者看到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PCB在这里的定位是什么呢? 是的 它就像是一片已经做好了国土规划的国家 就等着主示者将一个个不同功能的城镇安装到特定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PCB是一片已经布满了线路的空板 等到所有电子元件都被组装到PCB以后 才会将这片板子称之为PCBA 所以你现在应该已经大概有个印象 PCB与PCBA之间的差异了吧? 我们一般会称呼这种已经印刷好线路 但还没有将原件组装上PCB的板子称为空板 螺板、Bailboard或者称为光板 光板是大陆的用语 以至于PCBA来做区别 因为这两者真的就只差了一个英文字 一般很容易混淆 严格的来说PCB应该可以算是组成PCBA的其中一个零件 而且应该是相当重要的电子零件 它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 也是电子元件与元件之间的电器联通的载体 当然另外还有一种FPC 中文称之为软性电路板 也可以做到同PCB一样的载体功能 但它们之间软硬有各自的需求与应用 在大多数的电子产品中 还是以硬板PCB的应用为主 说句大白话 PCB其实就像是电子产业的火车头 因为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需要用到它 只是PCB的制程需要用到电镀作业 需要大量的水电资源 还可能会造成水污染 随着环保意识抬头 成本也大幅增加 台湾其实就有不少生产PCB 与IC载版的厂商 比如真顶 新兴 华通 建顶 蓝电 金箱电 蓝子电 药华等等 而PCBA的组装厂 则通常由系统厂 或是EMS代工厂来完成 由广达 鸿海 人宝 金宝 合寿 尾创等等 另外PCB还有一整个上游产业 比如说同伯基板 绝缘胶片 补强板 防汗期 联合胶等等 有一大串的相关企业 PCB之所以能够在电子业界得到广泛的应用 当然有其独特性与优势 工作熊下面会试着归纳其重点 第一 PCB的布线密度高 体积小 重量轻 有力电子产品的小型化 随着技术的发展 与人们对电子产品更轻薄短小 与多功能性的需求增加 PCB的制程设备 近来有逐渐向早期机体电路技术靠拢的趋势 某些制程也有渐渐采用半导体设备的倾向 第二 PCB的重置稳定性高 可以大批量生产 达到重复性与一致性 降低使用Cable配线组装错误的问题 可以模组化设计来降低设备维修 调试和检查的时间 第三 可以自动化生产 PCB以及PCBA 目前几乎可以全自动化的生产 降低了人力成本与周围的误差 更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有利降低产品的售价 普及市场 第四 设计上可以标准化 也可以设计成模组 需要不同的功能时 只需要更换整片PCBA板子就可以了 那什么是PCBA呢? PCB与PCBA的差异 就在PCBA等于PCB加Assembly 也就是说没有组装电子元件的板子 叫做PCB 而已经将电子元件完全组装上去的板子 则称之为PCBA 我们使用前面的大地来做比喻好了 你应该已经知道PCB就是大地铺上马路 但是还没有城镇的样子 而PCBA则是大地已经铺上了马路 并且放置了城镇的样子 PCBA其实是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的英文书写 也有人简略一点叫它为PCA 当然也有人称它为PWA Printed Wireboard Assembly 中文我们一般称它为组装电路板 电路组装板 或者干脆简称它为组装板 不过在业界 我们一般很少人会用以上的中文来称呼PCBA的 一般如果是一台整机内只有一片板子 我们会直接叫它为主板 Mainboard 或者直接省略叫它为板子 如果有两片以上的PCBA 则会用功能来区分主板 Io板 充电板 显示板 显示板 来称呼它们 那电子元件又是如何被放置到PCBA上面 形成PCBA的呢 目前市场上比较主流的PCBA组装制成为 SMT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表面贴焊技术 它会先在空板上面印刷洗膏 然后再将电子元件贴在PCB上 随后再将支流经回焊炉 Reflow 高温会融融洗膏 并且将元件的引脚焊接连贴于PCB之上 达到固定元件 并且接通元件与PCB之间的电子讯号的效果 少数的PCBA组装则会采用破焊 Wave Soldering技术 一般来说组装板会有一些比较重 或者是需要承受外力多次插拔的电子元件 这类元件如果不是技术上 还无法完全转换为SMD的零件 要不然就是做SMD零件的价钱 无法符合市场的期望 或是一些在终端客户使用的时候 必须要承受外力多次插拔撞击的元件 它们就会被设计成通孔元件 也就是插件 Throughall Device 然后扭进破焊洗炉 来将元件焊接于PCB的通孔上 其实也有同时混合着SMD贴焊 与Wave Soldering破焊技术 来达成元件焊接于PCB的设计 总之有各种技术 可以将电子元件焊接于PCB上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工作室的部落格来查阅 经过了以上的介绍 你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很清楚的区分什么是PCB 什么是PCBA了吧 PCBA基本上已经可以算是个成品的 finish good 因为有些厂商会生产PCBA 然后直接出货 比如单卖电脑主机板或者是显示卡的厂商 而PCB基本上只能算是一个元件 PCB可以算是整片PCBA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元件 但是它并不能代表整个PCBA 因为PCB必须要在焊接上 集体电路IC、电阻、电容、电感、连接器等等电子零件 才能算是完成品 所以PCB应该只能算是一种零件 好了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内容与分享 有意见的话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讨论 如果你对电子制造有兴趣 也欢迎订阅工作熊的YouTube 以及Podcast的频道 记得按赞并且分享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咯 拜拜